我国的政坛最近很不平静 有消息说一群政治人物正在收集法定宣誓书 密谋要组新政府 那群政治人物主要是来自巫统的官职派 就是现在有官位在手的国会议员 甚至消息进一步说他们打算要推举外交部长西山穆丁 来取代穆尤丁成为新首相 今天有人出来承认他就是收集法定宣誓书的人 根据马来报章《阳光日报》的报道 这个人是谁呢 巫统萧山区国会议员纳兹里 他说41名国阵的国会议员当中 有25个人已经签了法定宣誓书 这里头有谁他没透露 但是他澄清一点 他们的议程不是要推翻现在的首相 也不是要换政府 他们推举西山只是作为他们25个人的代表 一旦有机会见到元首 他们的新生会有西山穆丁来代为传达 听到这里 大家一定会感到疑惑了 他们不都是巫统的人吗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不是已经见过元首了吗 难道阿末扎西没有传达他们的意思 纳兹里说 他打从去年10月开始就已经不再相信阿末扎西了 为什么呢 他说当时阿末扎西竟然告诉元首 国阵的国会议员支持安华当首相 他说其实很多人是不认同的 他们听了阿末扎西的说法感到失望 所以他们决定要委托西山来作为发言人 来向元首表达他们真正的意思 那就是他们不会支持安华当首相 那有一些人听了就更不明白 纳兹里本身不是曾经在2018年也表态支持安华的吗 针对这一点 纳兹里就告诉网络媒体当金大马 那个时候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的局势呢 感觉上安华很有机会成为下一任首相 所以希望安华上台以后呢 不会像敦马那样想要瓦解掉巫统 所以就想办法亲近安华 可是现在局势不一样了 巫统现在是执政党 也没有被瓦解的危机 那既然巫统不再受到威胁 他觉得也就不再需要安华了 那虽然这一回纳兹里说了 他们法定宣誓书不是要换政府 但是巫统内部已经分裂成 国会议员有两派 两个阵营 一派是以党主席为首的扎西派 一派是亲国盟的西山派 如今已经浮出台面 这是政治门外汉 基本也能看得清楚的 不过另一方面呢 阳光日报也引述了巫统最高理事的消息 说不要忘了安华 安华那边也有动作 他也在收集法定宣誓书 以支持他取代慕尤丁出任首相 6月9号当天 朝野领袖先后进入国家王宫进建元首 当天公正党主席安华在离开时 一度被媒体追问 是否有向元首提起组建新政府的课题 安华当时是说 当时安华表示 会面没有谈到权力更迭的问题 但今天马来报《阳光日报》引述来自巫统内部的高层消息揭露 其实安华正在暗中部署自己的任想之路 当时安华还提成了115份法定宣誓书给元首 当中包括巫统国会议员的签名 以支持他被委认为新首相 而有关推举安华当首相的行动还在持续中 也进一步获得证实 巫统最高理事沙西弹昨天爆料 有一名巫统国会议员在6月7号当天 签署了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的信函 而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当时也在现场 沙西弹认为巫统党纪立委员会 必须对这两人采取行动 因为他们违反了党纪 阿莫扎西身为主席更违反了巫统大会的议决 那就是不支持安华 除此之外 阳光日报的消息还提到 为了捍卫慕尤丁继续担任首相 阻止安华的夺权计划 目前有人在暗中收集 执政党国会议员的法定宣誓书 两方决力 究竟最后鹿死谁手 只能继续看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翌日